浙江省一县集市 江苏接壤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浙江是吴越文化 江南文化的发源地 在悠久的历史下 其境内有距今七千年的和姆都化 和距今五千年的两种文化 截至2018年 浙江省下辖十一个地集市 杭州 宁波为副省集市 其中就县级诸集市来说 人口超110万 是越国故地 西施故里 在历史上 该地区于秦朝时期建县 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一首先 朱继市是浙江省直辖 绍兴市代管的县级市 在地理位置上 朱继市位于浙江省中北部 汇基山脉与龙门山脉之间 浙江江中游 北纬29度43分 东京120度14分 提林绍兴市科桥区 盛州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浦江县 唐 州市同如县 富阳区 萧山区等县 市 区 就县级诸集市的历史来说 该地区属越国 越王允长曾在该地区建都 故朱继为越国古都早于绍兴 朱继为都时 绍兴为朱继属地 并且 就西施来说 春秋末期出生于越国居无铸罗村 今浙江省朱继市铸罗村 西施与王昭君 貂蝉 杨玉环 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二 展开全文到了战国时期 楚国消灭越国 今浙江省朱继市一代属楚 古国的疆域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其始皇嬴正建立秦朝 在郡县制下 秦朝设立会计郡朱继县 历代未废 据原合郡县制 现有季府 朱山 因已为名 由此 就该地区来说 拥有二二零零多年的建县历史 西汉时期 朱继县仍属会积郡 东汉兴平二年公元一百九十五年 分部分地入丰安 汉宁二县 三国这一历史阶段 位属如三国鼎立 金绍兴市朱继市 一代成为东吴的将军 西进蜀会积郡 东进蜀会积国 南朝时期 朱继县赴蜀会积郡 三随文帝阳间建立随朝后 朱继县仍蜀会积郡 高宗一奉二年公元六百七十七年 唐朝画朱继 汇姬部分的设立永兴县 午后垂拱二年 公元六百八十六年 武则天这位女皇帝的卫史 复分朱继县之吴宁故地入东阳县 光续三年 公元八百八十七年 朱继改称济阳 五代十国时期 金县级朱继是一代署 吴越国越州东府 吴越王天保三年 公元九百一十年 复命朱继 北宋建立后 朱继县署两制东路越州 南宋绍兴元年公元一一三一年 设立绍兴府 朱继县署之 元朝建立后 推行行省至朱继县署 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少兴路 四岁后 陈东元真元年公元一二九五年 朱继县升为朱继州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朱继州将为朱继县 署浙江城宣布正式私少兴府 清朝取代明朝后 朱继县署浙江省少兴府 到了1913年 设立会基岛 朱继县署之 1928年 朱继县只属于浙江省 1968年5月 朱继县署绍兴地区 1983年7月起 朱继县署绍兴市 1989年9月 撤销朱继县 设立县级朱继市 由绍兴市代管 截至2018年底 县级朱继市总面积 达2311.33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为117万人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下你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讨论 文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文情怀石 该是最大本身的 文情怀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